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王建复日前在幸福来了沙青燕透露自己无意见看到酸民人身攻击的留言,超气氛认为科技下的酸民很不负责任,难过的说真的没水准,好恶劣,坦言若实在有更过分话语,会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果真昨王建复不满其中某位王有出自称为王建复未婚期外, 竟还用和王建复假名义开设新公司招揽新演员,对此他紧急在脸书上公告此事,也直接身体力刑事警察局报案,这次王建复是真的走法律途径了,有位网友假借王建复名义合资开公司,更在脸书上招揽新演员,还提供北海道,冲绳,中国,湘江等地片场租借, 让王建复超级无言,赶紧在脸书上向粉丝喊话,表示自己所属的经纪公司将采取法律行动,以防不实言论混淆大众视听,同时公开该粉丝的名字,要大家小心。 而据联合报报道,王建复表示该名网友过去就曾幻想一起合开公司,但私下却对王建复有过不少人身攻击,对此王建复表示对于一些人怀抱行梦,望登上表演舞台的人其实影响很大,担心有民众或粉丝受骗,为此王建复也在凌晨三点跑到警局报案, 采取法律行动,王建复,左,为维护粉丝紧急上警局备案,民事提供,王建复,左,为维护粉丝紧急上警局备案,民事提供。